美国人性格的第一个特点是讲究实际 他们不像法国人那样喜欢漫无边际的幻想 也不像英国人那样讲太头 要面子 美国早期历史造就了他们善于在逆境中不气馁 看准目标 孜孜以求的性格 他们认为 死要面子意味着一事无成 单于幻想则意味着一无所有 他们钦佩的是那种精明强干的人 他们喜欢一切都自己动手 大小事情都能自己解决 多数美国人都懂得怎样使用机器 修理电器设备 油漆家具和粉刷墙壁 他们认为 做这些生活中的粗活理所当然 绝对无损体面 相反 那些书呆子 假绅士 箭谈短形才会被人取笑 美国人在金钱上也非常务实 付出劳动便要取得报酬 求助他人便当以会相报 在美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 所以他们在劳动与报酬方面计算得清清楚楚 搭乘别人的汽车要分担汽油费 使用亲友的电话要交电话费 朋友们一起去吃饭 通常是各付各的钱 甚至小孩子在家帮妈妈洗碗也要索取报酬 父母到儿女家小住还需交饭钱 美国人性格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看重别人对自己的印象 他们一致推崇那种受大家喜欢具有吸引力的人 因此他们总是希望能同别人无拘无束的接触 并结识更多的朋友 美国人互相交往时不喜欢服从于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过分客气地共为自己 美国人所担心的是被别人视为不义亲近的人而受到孤立 这对平民百姓来说意味着寂寞 对政客们来说则意味着竞选的失败 因此美国人交朋友的特点是交情泛泛 他们同大家的关系都十分融洽 希望给别人一个好印象 但是却往往缺乏那种可以推心致富的支交 有位美国人对此曾做过十分重肯的评价 他说美国人能够与人一见如故 迅速博得对方好感 但是一周之后 他们会把你忘得干干净净 他们喜欢新东西 如同对待自己的旧车一样 他们也废弃自己的朋友 在结识人方面 没有人比我们更迅速 但在建立一种真正的友谊方面 却没有人比我们感到更为困难 美国人性格的第三个特点是独立进取 他们不喜欢依赖别人 也不喜欢别人依赖他们 美国人从小便养成独立奋斗 不依赖父母的习惯 在街上 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 十一二岁的男孩 挨家挨户送报纸 不论风雷雨雪 从不遗物 有些女孩很小便到邻居家 去帮助照看小孩 他们的父母都认为 让子女从小自强自立 对他们将来到社会上去生活 大有弊意 在这种教育下长大的孩子 一生都以独立进取 做唯为人的宗旨 他们求学时 靠自己的成绩 获得奖学金 靠办公办读 不挣取学费 成年后 他们纷纷离开父母 自立门户 一旦结婚成家 他们更是独往独来 要靠自己的本事 在美国社会的生死场中 争得一席之地 年轻夫妇生儿育女 也完全靠自己抚育 不指望祖母或外祖母 照顾孙儿孙女 当孩子们长大后 家庭就有所分工 一般说 做饭 洗衣 打扫房间 是妈妈的事 修理用具 修剪草坪 擦洗汽车 是爸爸的事 摆桌 洗碗 是女孩子的事 收拾娱乐 是即管理小动物 等是男孩子的事 不过 在美国这种独立精神 往往成为老人的悲剧 一个老年人 丧失了生活能力时 他那些自扫门浅血的儿孙们 是很少来照看他的 美国有不少老年人 便这样在孤独寂寞中 郁郁死去 有的甚至死去多日 还无人发现 美国人性格的第四个特点 是格外看中成功的价值 人们常说 美国人的性格 是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形成的 生活在这样一个 充满角逐的社会中 只有强者方能出头 只有打败所有的对手 才是成功者 在美国人眼里 重要的不是一个人的家庭背景 而是他本人的才华和能力 哪怕是个小孩子 也要竭力在学校中出类拔萃 才可讨得父母的欢心 他们似乎也明白 受父母之爱病不是天生的权利 而是经过自己努力所获制的战利品 如果拿美国和英国做比较 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在英国 如果你询问某人的身份时 得到的回答是一长串的祖宗姓名和头衔 在那里 一个人的出身 往往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美国 别人向你详细介绍某人时 只会说 这位是畅销书的作者 或这位是某某学校的网球冠军之类 绝对不会大百计家谱 这与美国的历史有关 北美殖民地时期 不存在固定的地位和传统等级 一个人只有靠成功才能出人头地 美国总统林肯 曾经十分幽默地说过 我不知道 我的祖父是何许人 我更为关心的是 他的孙子将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这实在是美国人特点的真实写照 美国人还有个特点 便是好动不好径 他们总是追求新奇的事物 不断地改变环境 在冒险中寻求刺激 他们从来不满足于稳定的生活 和安宁的环境 喜欢运动 旅行 变换职业 和四处间居 有的甚至喜欢拿生命去冒险 在美国 大学教授可以去当公司经理 银行家也可能一夜之间改行当农场主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 在基深政绩以前 就先后当过农民 杂货店老板 军官和律师 里根总统也曾从事过救生员 播音员和电影演员等多种工作 你也许注意到美国人很好动 住在美国中部平原 和中西部地区的人 往往只为同朋友吃顿晚饭 驾车到120公里 甚至160公里外的临城 他们为了看一场戏 或听一次音乐会 不惜跑到另一个城镇 许多青年就读的大学 距离自己的家和亲友的住处都很远 他们挑选远的地方 只是想看看本国的另一个地方 美国人喜欢在自己的国家里旅行 也喜欢到世界各地旅行 他们总想知道 附近山头或离世以外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 美国人迁居的现象更为常见 据统计 美国每年约有4000万人搬家 平均每5户中 就有一家三年迁居一次 这种频繁的迁居 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他们不习惯于平淡无奇的生活 渴望看到新地方 寻找新的就业机会 获得新成功的性格 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 到处都可见到 要搬家的美国人贴出临时广告 出售家中的大小物品 有些美国人为了打破生活上的沉寂 甚至采取一鸣惊人的办法 拿生命当系 纽约耸入云霄的摩天大楼 有人敢于从外面攀缘而上 奔腾呼啸的尼亚加拉大瀑布 也有人敢于躺在铁桶中顺流而下 浩渺无际的大夕阳 更有人敢于乘着气球飞跃而过 美国人性格中的球心与冒险精神 确实是较之其他民族更为突出 美国人注重的是fair而不是equal 是公平不是相等 竞争的社会中 真正的成功是要使人心服的 英美相同 而和我们传统社会不同的 是并不把动手用武一概加以否定 君子也可以动手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他们所谓fair play 这个字我直接用原文来说 实在是因为不容易翻译的缘故 这字有一点像我们的里字 但是里字下面我们可以跟一个让字 而fair play却比较积极 可以跟一个争字 在里字里我们不能有动手的意义 而fair play却充分带着动作 用武也是动作的种 这字又近于送香制人的人 送香公钥等人家过了河 排定了阵势才开仗 这是说打仗也得和竞技班 须有规则的 不按规则而打败了人 也不算英雄 送香之人 后来被人视作愚不可及 其实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他想统治天下 他明白天下不能以利统治 因之 即使是在用武来达到这目的时 他也得在道德上同时征服人 否则军事的胜利将会毫无结果 fair play也包含这意义 不按规则得到的胜利 是道德上的失败 英美人说日本野蛮 而不说德国野蛮 那是因为德国是宣战的 而日本是偷袭的 美国是个不能败的国家 人家打了你 要是服了输 那就算是懦夫了 对手如果是旗鼓相当的人来挑衅 你必须应战 但是在应战前 又必须证实 对手却是旗鼓相当的 美国是不能先动手的 可是动了手却不能服输的 人家不先动手 自己不能动手的传统 他们就已预备动手了 但是这传统遏制着他 人家打上了门 于是可以不顾一切的自卫了 黑白的双重标准 在我看来是美国人道德体系中的一个毒次 如果美国人接受了希特勒的哲学 认为世界本是个种族竞争的场合 他们可以找到人类历史上有着无数被淘汰了的种族 上帝是用了物竞天择的原则 以生存和繁荣去报仇最优良的种族 他们正可以把黑种人的施了上帝的恩宠 来维护自己白色皮肤的优越感和自尊心 这样的话 美国人的良心是可以洗得干净了 但是美国并不接受希特勒的哲学 相反的 在他们天经地义的人权宣言上 写下了人是生来就平等的 要证明黑美不是人 自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这样 美国人只有两个选择了 一是忘记种族的界限 以维持道德上的完整 一是魅了良心 维持种族的偏见 他们的选择是第二条路 美国人心底是明白 种族偏见和传统道德标准无意何处 现实既难改变 于是只有转弯抹角的想法自赎罪迁 他们可以在艺术上尽量地接受黑人节奏 爵士的音乐和舞蹈 使这样进入了美国的生活 他们可以个别地向黑人捐些款子 做些社会工作 但是像一个犯了罪的教徒 在牧师面前忏悔了 就可以歇安而继续发生犯罪的生活了 美国文化道德素质是脆弱的 脆弱的原因当然很多 种族偏见和他们立国的基本道德的不相容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黑白基层之分又可能是美国人 感觉到平等竞争之可贵的背景 但是这种等于种性的结构 在本质上却不能容忍于民主自由的世界上 何况是想成为民主示范区的美国呢 这本是一个威望政治的时代 美国的种族偏见过去 或者只是一种引起美国人民良心不安的苦衷 现在却已成了举世瞩目的民主缺憾 显然的除非美国能另外选择一条道路 就是维持道德的完整而放弃种族偏见 美国在威望上是不免要打了个很大的折扣 在我们的立场看去 很有理由问美国人 上一次大战的目的 如果是在打倒希特勒主义 而不是在打倒希特勒个人 为什么美国人民可以容忍自己文化中 相类于希特勒主义的成分呢 我们也更有理由怀疑 如果美国的民主中 可以排除这样多的黑美于平等的圈子之外 别国的人民在接受美国民主的领导时 是否也会造成这类于cast的结构呢 这些问题是美国想做新世纪的领导者 时所必须答复的 不然的话 美国尽管依视它的财富 不能使人折服 威望并不能用金元来收买 也不是原子能的威胁所能取得的 这是需要一种道德力量的 我们看到 手无寸铁而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可以支配大步的世界这样久 就可以知道道德力量的伟大 而道德力量的发生 不止是说 而得实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